大家好,我是Kazuma 你們知道最近在日本最有名的飲料嗎? 就是一種水 但是 不是只是水喔 大家都很喜歡那個水 所以就大家都買著買著很多 所以呢現在去日本的旅客都買不到那個水 但是上個禮拜 我回去日本的時候 終於買到那個水 所以今天呢我想給你們介紹 現在在日本最有名的飲料 所以呢我想給你們介紹 現在在日本最有名的旅客 有人覺得最買不到的飲料是甚麼 如果你去過日本的話呢 你應該知道ヨーグリナ這個飲料吧 這個飲料呢 就是看起來普通的水 但是那個口味 就是肉隔的口味 所以那個喜歡甜的飲料的日本人 都買這個東西 一開始就買不到這個ヨーグリナ 但是現在都買得到 然後那個ヨーグリナ的公司 就是三堆 最近開始喜歡買新的水 是今天我想給你們介紹的 你們猜猜看這個飲料的口味是甚麼呢 然後接下來我的同學 來猜猜看那個水的口味是甚麼 這不是這個嗎這個 呃我想的 好像運動的時候喝的這樣的飲料 嗯 嗯 一點 甜 一點點甜 但是 我覺得比較好喝 嗯 嗯 啊 胃口跟 維他命一樣 嗯 差不多一樣 但是 我覺得真的不錯啊 不錯 檸檬 檸檬 對 只有檸檬的口味嗎 就是 檸檬紅茶的口味 啊 好喝 可是水 對 水 沒有cal 對 所以這個水的口味就是檸檬紅茶的口味 你們覺得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 嗯 還可以 可是我以後不會主動買 是因為那個口味就是 跟檸檬紅茶不一樣 就是 就是那個 跟剛剛的韓國人說的那種 啊 水的口味一樣 並不是那個紅茶 所以想喝紅茶的話就 就買紅茶好了 對吧 可是 如果你對那個水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日本 買 然後喝喝看 啊 但是 可能 我推薦不用買 那麼多 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可以買 對 就是即使我的一件案例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謝謝你們看我的影片 你們對這種奇怪的飲料的看法是什麼呢 請你們在 留意願 告訴我吧 然後如果喜歡的話 給我like 然後 不要忘記訂閱喔 謝謝大家 訂閱我的頻道的人 快要超過500了 謝謝大家的 謝謝大家的加油 謝謝大家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謝謝大家 天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